要找工作机会这个大主题之前 跟进为您插播一个及时新闻 现在政府对外宣布 如果我们疫情真的升温的话 如果升到四级警戒 政策局对外宣布金融所有的金融市场 股市 汇市 期货市场 包括金融业的所有的从业人员 全部都是照常开市营业 股汇全部都不停 前线也会为您站在第一线的 可是这是全国 如果光看中南部的话 金融请上来 你看多赞 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南部工作的数量 工作机会史上新高 南部工作机会15万个 57%的南部毕业生 留在南部不北漂了 来台北干嘛呢 南部就可以找到好好的工作了 南台湾的就业市场逐渐的转强 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份报告金融 对会转强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 毕业生的平均的薪水大幅的上升 其实过去啊其实台北的那个毕业生的平均的薪水大概三万二 但是南部的毕业生只有两万八 边边都是念台湾的科系 但是就相差了四千块 那但是现在目前其实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南部的大学毕业生会留在南部工作 而且他主要投入的是三大产业 16%其实是用在一般的制造业 14%是用在电子资讯软体跟半导体产业 那另外13%是用在零售跟批发产业 那其中最主要的其实都是往这个制造业走 不管是一般的制造业或者是跟电子半导体有关的制造业 那欣隆我问一下咯 光看到这个就想到台积电中科南科高雄高科对不对 对这个其实我们看这段时间 其实大家知道全台湾 其实有三个主要的科学园区 分别是新竹中科跟南科的部分 那其实南科的部分 去年的营业额其实已经来到八千四百七十七亿台币 年增已经是14%了 那今年一到二月表现更强劲 它的年增竟然高达36% 所以南科的科技大厂 现在的总产能几乎都已经完全到位了 还没有到 还有在上面更大的空间 而且半导体大增的是48% 面板成长了29% 生技产业其实成长了40% 那这个一到二月份的这个从营收数据来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南科其实1523亿 它已经超越了中科 就整个细项来看的话光电面板 其实南科胜过了竹科跟中科 然后另外像生物技术的话 其实南科其实也跟目前的水准来讲 也是相对较高的 跟竹科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当然在半导体的部分 我觉得现在虽然还落后竹科 但是随着台积电的南科的这个产能慢慢开出 它一定会超过中科 那接下来会慢慢赶上竹科的一个水准 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就是在南科 就在南科 所以这也造成了其实它相关的工作机会 跟相关的产业循环出现了一个大幅成长的过程 而且刚刚欣隆有句话说都很好 为什么呢 南部青年不北漂呢 因为南部的薪水 SERRY现在拉高了比比 对那其实现在目前南部的薪水 其实跟北部差不多的 像半导体工程师起薪的中卫水就是5万块 你在竹科工作也是5万块 在南部工作也是5万块 那南部的房子还比较便宜一点 生活的条件花费还比较少一点 还可以存比较多钱 所以当然南部人就留在南部 那像面板的工程师是在5万 不动产的经济人也是5万 这个都是北部跟南部的薪水 其实是一样的 那机工工程师是4万2千 化工化学工程师是4万2 然后甚至跟银行业务有关的4万块 这个都是北部跟南部都是一样的 薪水化等号 所以它就不需要北漂了 对啊你知道吗 光一个饭团 我们台北的饭团一颗小小颗45块 南部饭团25颗更大颗 对以前被迫去北部 是因为南部没有半导体工程师的需求 现在有了 那以前会被迫 不动产经济人会被迫去北部 是因为没有人在那边 南部买的房子的需求比较少 但是因为现在工作机会在这边 那相对的它就会产生相关的购物的需求 所以不动产经济人的薪水都维持一样 对跟您报告 中科 台南 南科 高雄 只要有些科技公司进住 周边的房价 有的厂房 住家 一地难求 更猛的南部薪水高过北部 有汽车销售员 它的比北部高5000块 平均薪水的中费数来到3万5000 为什么南部人比较有钱吗 南部人一定要开车 对对对对 真的 那像北部人还不一定要做开车的事 那像厂物其实它的起薪的周围是四万六千五 也比北部高了六千五 它薪水为什么比北部高 是因为南部的厂物挑战很高 因为现在缺水又缺电 维持好 像半导体它需要操存水 那其实缺水怎么办 厂物就要想办法去伸出水车来 让它的生产不至于中断 对那另外像动物肆育工作者 它的薪水比北部多出2000块 那因为其实南部是农业的重镇 所以它自然而然它的薪水 一定会比北部还要高 而且需求量也比较大了 对那它像半导体的设备工程师 起薪也是比北部还高 是平均中维数是四万五 那光电工程师是四万八千三 是因为我们台湾的面板 其实主要都在 都是以南部为主要的一个事业群 好跟您报告 这边指的是半导体设备的工程师 这边是半导体工程师 所以设备的工程师 是南部的薪水比较高 好往下走 那因为这份报告已经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就业市场的结构大转变了 以后中南部很多的毕业生 机会可能比北部来得更好 我想了 所以从这个报告当中 看出什么样的一个投资趋势 这投资的趋势是南部 它的薪水跟它就业状况 能够大幅的起来 来自于半导体出现了大幅的投资 那这部分其实我们看到了两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整个半导体产值 未来还会持续的成长 像2020年台湾的半导体产值 已经来到了3.22兆 年增是20% 那2021年的时候 有机会来到3.49兆 持续的成长8.6% 那未来持续能够成长 是来自于全球的产值 将从2020年的12.2兆台币 成长到2030年的28兆台币 这个也是翻倍以上的成长的力道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要如此的扩大资本支出 就是看到这个全球半导体产值 到2030年有28兆台币的市场的规模的潜力 那另外一个其实也是 我觉得我们台湾也是南部 很明显在领先这个北部跟中部的一个发展 就在医疗器材产业 那这个医疗器材产业 其实2020年台湾的产值是1230亿台币 年增是4.5 今年预计会成长到1300亿 年增是5.7% 那未来这个产值会持续的上升 是因为它结合了智慧医疗的部分 而且这智慧医疗会让5年后 全球的产值来到15兆台币 这也是台湾许多科技大厂 包含了鸿海 包含了很多电子五个 都是往这边跨入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医疗器材 结合智慧所形成的这个产业 一定是胃癌的趋势 回到我们刚才引言 我跟庆龙要一个结论就好 请问透过这样一个数据 日后台湾的暗形化 慢慢的是不是有办法慢慢的走平 还有中南部的低薪的这样一个环境 是不是有办法正式扭转 一定可以正式扭转 感谢庆龙 非常谢谢您请回座 太赞了 南部的工作机会竟然暴增到 15万个创历史新高 毕业生不用在北平了 机会多的是哦 所以中科 南科 高科等等 日后就是希望所在 主要的是在一般制造业 还有电子姿势 软体 半导体 零售业都是强项 只要聚落 科学营区在那 往外扩散生活水平 这些薪资都会往上做拉高 不相信看第二章 您看哦 南部的薪水跟北部薪水 一样的是这一些南部消费还比较便宜呢 存更多钱 这就更不用讲了 南部其实还比北部来得高呢 因此呢 如果放眼未来 这份报告读出了两个重要的投资趋势 半导体跟医疗器材 希望了 所以台湾的未来 无限好 不要小看咯 中南部加油 庆龙正确咯 完全正确 感谢您 接下来要把汉维请上来 明天台股呢 应该怎么看 才叫做正确呢 来请说 对那当然可以发生到 今天盘中这个美元指数创下波段的一个新低 所以明天台币汇率很重要 会透露外资的态度 台币汇率大升外资大买 但我觉得盘是会比较健康一点 明天是五月份台指数 那要留意到台湾指数的VIX指数的部分 还高达32.03 代表明天盘中震荡幅度 有可能会超过三个百分点以上 那今天史上最大涨点 占回到一万六千点的大关 你观察一下明天实现的反压 一六三八 能不能有效的一个突破 指标部分看台积电 五百七十五半年线的一个反压 长榮七十三点三块 五日线的反压 联发客一千零一十块 月线的一个反压 跟中刚三十五点三块 五日线的反压 能不能做一个关键价的有效攻防 请问如果今天晚上 科技类股 美国的NASA客根肺斑 涨幅比道琼来得强 明天的电子五湖 一湖 两湖 还有包括了五湖 是不是继续涨 有期待 对 有这样的期待吸引 太赞了 今天零列格之风到了涨停板 电子五湖就不再赘述了 明天继续加油 但看一下时间十一点半了 美股的四大市场 科技类股 为什么涨势比较强呢 赢过了道琼 理由又在哪 锁定待会儿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待会儿的深夜新闻 我们下期待会儿的深夜新闻 我们下期待会儿的深夜新闻